接下来的半月里,萧炎和女帝游遍了整个万象城,至于冰孕兔,吃得更胖了,白乎乎的,看起来倒是比之前多了一份可爱的味道,当然,前提是它保持沉默。 在这清闲的时光里,萧炎享受着这一份惬意。 带谁在悬淫真界有多少力量?坐在河边的茶楼,感受着惬意的春风,萧炎低声开口问道。 月末有百人。 你弟轻声答道,皆是不朽吗?萧炎一惊,若百人都是不朽强者,那已经将是一支非常恐怖的战队了。 和你之前所见一般,他们并无不朽,但他们身上名为虚神铠甲,可以使其拥有不朽之力,乃收尾不朽。 抹杀掉悬淫真界的不朽之后,夺其惊喜,便可获得不朽之力。 女帝轻声说道,萧炎挑眉,这倒是她不曾想到过的,虚神铠甲竟有这般恐怖的能力。 他们恐怕才是最大的威胁,萧炎目光微眯,由此看来,太虚世界早已开始布局,而且已经渗透到了玄阴真界。 想必你已经看出了一些,太虚世界入侵神兮势在必得,而且是倾巢而出,为此付出极大,他们似乎也没有退路了。 女帝点点头,继续说道。 太虚和神兮一战,然而以为哪边胜算更高一些。 萧炎看见女帝,虽然萧炎也知晓了不少太虚世界的信息,但仍旧无法评估双方具体差距。 太虚在明和科技上,确实要比神兮更强,不过你也无需妄自菲薄。 太虚真正的不朽强者,远远不及神兮,因为资源问题,只能发展明和科技作为弥补。 我且不是太过清楚神兮底蕴,不过我想,太虚不顾一切,想要侵入神兮,必定是看中了神兮磅礴的底蕴而来。 但并无常事,水无常行,谁也无法往下定论。 你替说明自己的想法后,并没有给出准确答案。 萧炎也明白,在这种战争上,无人可以给出准确答案。 不过女帝却让萧炎明白,太虚也并非无敌之字。 虽然太虚在明和科技的发展上,的确要领先神兮。 但那也是因为资源的匮乏,从而不得不以发展明和科技来提升战力。 而神兮则是不同,萧炎虽然知晓的不朽并不多,但并不代表神兮的不朽少。 甚至说,神兮的强者比萧炎想象的还要多。 如此看来,这一战也并非碾压,更多的应该是势均力敌。 哪边能获胜,也得看瞬息万变的战局了。 科舍里得到了一份关于不小门荒的残途和遇见, 然而看看能否有所帮助。 萧炎没有再继续询问,与其担心未来,不如做好现在, 解决眼下问题才是关键。 女帝看着萧炎摆在桌面上的残途和遇见, 冰运突也是好奇地打量了过去。 女帝看了一眼残途,似乎对此并不感兴趣, 旋即鲜细的手指拿起了遇见。 此乃天和摩尊所留,遇见从何而来? 女帝不禁好奇问道, 还记得七仙鹿神剑吗? 萧炎道,女帝轻点禽手。 那她换的? 萧炎继续道, 女帝似乎想起来了什么, 这才明白,为何萧炎会拍下这七仙鹿神剑了, 原来就是为了换取此物。 这可比那剑的价值高上千百倍。 女帝旋即笑道, 也许对于狂神剑众来说, 剑比此物,价值也高上千万倍。 所需不同,价值自然也就不同。 萧炎缓缓道, 女帝微微点头。 说得似乎很有道理, 所以你是打算去不朽蛮荒当中寻找天鹤摩尊吗? 女帝看向萧炎, 至于不朽蛮荒, 萧炎并不了解, 也只是听女帝说过, 那是陨落了太多不朽后, 形成她一片独立空间。 萧炎心中也没有准确的目的地, 只要能够获得造化, 什么地方都行。 夫君打算何事动身? 女帝看着萧炎又问, 越快越好, 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萧炎认真道, 女帝明白, 萧炎疯狂地修炼为了什么, 她微微点头, 随即站起身来。 萧炎还坐着, 饮着茶。 你不是着急吗? 女帝看着萧炎, 不露疑惑之色。 现在就走, 萧炎一惊, 女帝做决定总是很突然, 没有任何征兆。 女帝轻轻点头, 萧炎苦笑着挠了挠头, 既然如此, 她也不再废话, 站起身来。 不过刚刚准备离开, 此时便是出现了数道身影, 即使恭敬地抱拳拱手, 而这些身影萧炎皆是认识。 剑向阳为首, 余禅也在其中, 微眼看着萧炎, 放了一个闪电。 萧炎干咳着, 立刻移开目光。 此番你们不用跟着我了, 我一行陪我夫君前往便可, 你等我另有安排。 女帝缓声说道, 剑向阳闻言, 眉头微皱。 还是我等跟随 女帝一同向往吧, 李神公蠢蠢欲动, 女帝单独行动, 他们必定会出手。 剑向阳担忧道, 说话之间, 萧炎发现, 周围的人依旧穿流不息, 但却没有任何目光看过来, 仿佛他们都隐形了一般, 无人能够看到。 你们即刻前往涅槃仙殿, 筹备筹备, 大战在即了。 女帝看向剑向阳, 不容置疑地说道, 说完之后, 拍拍冰运突, 后者变大, 女帝盘坐在了直上, 而后看向了萧炎, 目光瞬间柔和了下来, 明明方才身上 还散发着帝王之气, 但看向萧炎的时候, 又如同温婉淑女, 萧炎盘坐在了冰运突之上, 女帝恶魔的身材 立刻靠近了萧炎, 感受着臂膀上传来的温热和柔软, 这真的很难让人坐怀不乱呢, 更何况, 女帝长得让天下人都无法拒绝, 即便萧炎是圣人, 也难挡心中乱装的小鹿。 女帝说完之后, 剑向阳虽然目录担忧, 也并未再继续开口, 只能是目送着冰运突, 在这女帝和萧炎二人腾空而起, 顿时就吸引了不少目光, 毕竟万象城内乃是禁止飞行, 只要腾空, 立刻就会受到责罚。 但他们眼看着冰运突飞向高空, 即使无人阻拦, 甚至在半空中的时候, 万象城的城主, 拥有着虚净灵魂之力的原梁。 你帝要走了吗? 银梁恭敬的抱拳拱手, 城中哗然, 能够让城主的恭敬之人, 身份定是非常特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